好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講的這個是這個 一些這個採集動物的這個小技巧 採集動物小技巧 首先 先從這個 快捷劍講起好不好 先從快捷劍講起 在我們打這個動物之前 我們先這個講解這個快捷劍 因為這個沒有射快捷劍 這個遊戲你就別玩了哈 除非你只想這個打電腦之類的 不過打電腦也是射快捷劍比較好 第一個快捷劍我們講這個 駐閘 駐閘 這個叫駐閘 點的村民有這個駐軍啊 有這個一個門的符號叫駐軍 點進去點他一下他還收進去裡面 就到城駐裡面 城駐就差一個旗子 但是呢 但是呢你這點是不是覺得很麻煩 麻煩對不對是不是覺得很麻煩 我們就要射這快捷劍 我是射G 點選 全部點選 然後放出來 點選放出來 第一個 駐軍是G嘛 點選按G 他就躲到屋子裡面去了 第二個叫做這個 放出來 放出來 叫做什麼這個叫做 Z 撤離 這叫撤離 撤離所有單位 這叫撤離 那第三個快捷劍我們設這個 這個集結點 集結點就是你這個 村民 上一個插一個旗子他就會去這個地方 那這個集結點這快捷劍也要射 我是射W 你們射什麼可以自己決定 你們習慣就好 我是射G Z W G 手起來 然後W 放出來 按Z 這樣子 很多人問說 為什麼你的這個 村民應該在城中裡面 進進出出的 為什麼呢 因為例如說我們這個 這裡有 牧羊人 這裡 身材有兩塊肉 然後我從這邊走過來 我想要那個去伐木 照理我會把這個肉放在 正中心裡面對不對 你看放正中心裡面 然後再走過去 為什麼 因為如果 你不放的話 繳納國庫的話 你這個肉 例如說 這個肉 然後我再點這個木頭 哎呀 支援就消失了 這個就是耗損 這個就是耗損 無人物的耗損 那如果我們這個 好 我們這個 剩下兩塊肉 這裡肉是252 我在這個按G 住進去裡面 好 變254了 這叫繳納國庫了 還有我們再來比賽 一件事情 例如說我這裡有兩隻村民 一男一女 兩個村民 我要到這個 我要到這個 這邊 這邊 我們來比賽 看誰先到 男生先出發 好 女生也出發 然後我透過這層東西 好 我是比他快 我比他晚出發 我還比他快出去 這叫 節省路程 我們看到這個 TC的移動 來節省這個路程 再來比較好管理控制啊 是不是 瞬間移動啦 所以我們要記好這幾個快捷鍵 G 駐軍 Z 放出 W 集結 好 另外這個 順便一體啊 有這個 敵軍來的話對不對 我們習慣按敲鐘 這個敲鐘 全國上下各種 什麼老百姓啊 你看你看這個 從這個新竹跑來的老百姓 他們就會千里頭 不辭辛苦回來陳送心 但是呢 這樣子的話 我這個 在這邊伐木的啊 柴果的啊 在這邊挖金的村民 全部都回來了 會造成我這個 工作全國停擺啊 工作全國停擺 這樣子會很麻煩 所以要怎麼辦呢 我們就這樣鬆 直接鬆 就可以直接射箭了 這樣子 這招其實是一個 蠻判定這個 你是不是新手的這個 一個 小小的一個棺材的地方 新手都還很喜歡這個橋中 但是呢 這個橋中是霸咖在用的 比較會玩的是直接收人 好 廢話不多說 我們現在教 進入這裡 這個打豬 我們先示範這個 最白癡的打豬法 就是最 最多人用的 直接打豬 村民射兩箭 對不對 射兩箭 一 二 好 然後回程中心 回程中心 然後 上鍵 燒人 放出來 伐木 最基本 SOP 流程 然後豬一代打到這六格之內 盡量 不要打到這個外面 就 就有點 笨笨 第二個 我們要 教的是這個 T7射豬 T7射豬 T7射豬是一個比較 難度比較高一點的技巧 第一個 村民第一步 村民對不對 射兩箭 一樣射兩箭 一 他Lag了 射到三箭 好 拉回來 拉回來 這時候 村民他來了對 野豬來了對 不要急 不要急 插上去射兩箭 一 二 放出來 好 配合二量 T7射豬 這個原理是什麼 你知道嗎 我村民射進 我村民刷成的裡面對不對 刷成的裡面 然後靠這個村民 的這個力量 攻擊嘛 攻擊五 然後有六隻劍 射這個豬 這都高手 前人計算好的 六個人射兩箭 再放出來 豬就會這個 直接被秒殺 我們再來示範一次 雖然裡面有點 有點擁擠了哈 裡面已經載了 載了 對對 是數是數後面 一定要按打 這個要多練習 我們再示範一次 一 一 二 好 村民拉回來 村民拉回來 等住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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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進去 一 二 哎呀 失敗啦 失敗啦 這就是失敗啦 這是失敗 失敗的這個 射法 你的村民 如果 如果怎麼樣 你知道嗎 如果這隻豬還沒有死 然後你的村民就躲進去裡面 那這隻豬就會被這個 TC的 劍給射死 射死 TC射死的豬 是這個 沒有肉吃的 你知道嗎 沒有肉吃的 這就失敗 所以這招 有這個 風險 因為剛剛忽然 被這隻豬給擋住了 你知道嗎 村民沒辦法卡過去 所以他 跑到外面去 所以這招失敗了 好 我們再示範一次齁 好 2 好 這樣子 放過來 這樣 射兩件 1 2 放出來 好 這就完美了 沒有被擋住 就不會失敗了 如果 如果你這個 村民 在豬還沒死之前 這個村民就跑進去裡面 那就會把這個豬給射死 我們再示範一次 這個豬的屍體很煩 這豬是擋在這邊 其實這個 這次有點 有可能會失敗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擋這邊有豬的屍體 好 1 2 好 差 1 2 放出來 因為裡面 裡面這個 停的豬太多 所以我們設在外面 設在外面 設在外面比較好 對不對 好 我們交第三個技巧 停豬 這個豬會腐爛 你看這個豬 148 147 146 會慢慢腐爛 所以呢 在這個豬還沒打 還沒進來之前 對不對 我們就把他 還沒踩完那個豬之前 我們要打第二頭豬 那個豬就是這個 沒有人去踩他 他就這個慢慢的 那邊腐爛 這樣很浪費啊 高手通常不會這樣讓他浪費 對不對 好 現在射完 1 2 我們要這個 採集這個新鮮的豬肉 所以 我們回城鎮中心 趕這邊又被擋住了 又被擋住了 射他一下 1 2 收起來 他就停在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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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耍白癡 1 他被這個豬的勢力擋住了 這個 教學bug 他被這個豬的勢力擋住 不會進來裡面 這個蠻白癡的 好 我們剛剛的原因就是 你 這個 把這個豬 停到這邊 就是射他一箭 你再立刻 回到城鎮中心裡面 流進去裡面 豬就會很白癡 在那邊等待你 那如果你不射他的話 你立 你直接躲進去裡面 他會 他就回老家 他就不撩你了 第三個技巧 例如說這個 我看 我們這個 我們這隻村民對不對 只剩這幾滴血 13滴血 那打這隻豬一定死的 那我們用這個 小馬來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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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至至少 打這個比較好 更有這個挑戰性對不對 13滴血 這個村民打這豬一定死的 這個在我們這個 沒有織布的情況下 要打這很遠的豬怎麼辦呢 那就用這個刺頭卡 我又不想織布 1 2 好 然後這個 卡過來 卡在這邊 卡他一下 再卡他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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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因為通常高手 不會這麼找織布啊 太找織布這個 經濟不好 好 1 2 放出來 好漂亮殺豬 殺到裡面 這個就 這個卡豬的技巧 卡豬的技巧 這個 綿羊也可以卡 綿羊也是可以卡 好 我們接下來 豬這個講完了 我們教這個 趕鹿的技巧吧 趕鹿 趕鹿是這個必備的 通常這個不會 高手不會在這個 鹿旁邊蓋這個 提西 蓋這個模仿去 這個挖鹿 因為太浪費了 首先這個 模仿100木嘛 對不對 你還要走來走去的時間 太浪費了 這個鹿就是這個 吃了他屁股後面 這樣慢慢地這樣 慢慢地 然後抽村民 放出來 立刻 perfect 為什麼這麼行雲流水 因為這個 我射進了快捷劍嘛 第一招 這個 收村民 放出來 欸不要要不要幹我羊 好不好 收村民 然後這個 射這個快捷劍 放出來 他就會這個 直接去打獵 直接去打獵 我們再示範一次 好 一定要兩個 放出來 射 perfect 我們再示範一次 這個路 就是 從他屁股後面趕他 屁股後面趕他 這要多練習 這要多練習 我們趕裡面一點 perfect 你都要兩個人 你都要兩個人 我們再說一次這個流程 1 選兩個村民 按G 社會前線 W Z 放出來 就是這麼簡單 好 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在講這個 殺豬和這個 殺戮的這個 技巧 殺豬和殺戮的技巧 以及為什麼這個 你的這個村民 為什麼要在這個 提器下面這個 收來收去 因為這個 很好 很好這個 控制這個 支援 不會說這個 浪費到這個支援 這個 趕路是一定要學的 一定要學 如果你想成為 比較會玩的這個 高手的話 好 我們就講解到 正一邊啦